如何踩在运动装备的风头浪尖 如何掌握经典品牌的私立往事 如何锻造淘鞋买鞋的火眼接近 吴才说 我说 你听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吴才先生 欢迎来到吴才说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双鞋呢 是John Wall 2 是阿迪达斯给华盛顿七彩队的球星 当家后卫出的一双签名鞋 我拿到这双鞋的时候非常信任 因为我们都知道 John Wall现在已经离开阿迪达斯签约Nike了 所以呢 这个John Wall 2 可能是阿迪达斯给Nike出的最成功的 也是最后一双签名篮球鞋 OK 那当时也是因为他签约Nike了 所以阿迪达斯呢 是在处理这双鞋 我可能人民币200多就买到一双 非常赞的一双实战好鞋 OK 那我们看这个鞋盒呢 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 这个鞋盒的设计超级夸张 其实不光他鞋盒的设计了 包括整个鞋子的设计都 体现了John Wall 对阿迪达斯当时设计一双鞋式的一个诉求 就是要让这个鞋够炫 够抓眼球 够骚 OK 所以从鞋盒处我们就可以看到 正面的话 除了阿迪达斯的经典的三道杠之外 还有John Wall的个人logo 有没有 JW OK 所以他都是用一个雷射加反光的一个效果 在灯光下面特别的酷炫 OK 那鞋子的其他的部分呢 也都是用这种亮面的鞋盒来做的 所以你在光线下看的时候 真的是 这个鞋盒真是打破了阿迪达斯一贯沉稳大气的那种作风 显得非常的绚烂吧应该说 然后他这个鞋盒的这个纹路呢 其实跟John Wall的鞋底的纹路是一样的 都是波浪的人字型的纹路 OK 那这边呢 就是John Wall这双鞋子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John Wall 2 然后还有一些鞋码这样的简单的东西 OK 那其实 John Wall也是一个蛮励志的球星了 你如果去背后 做做功课的话 你应该能知道John Wall 当初也是从一个美国贫民库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球员 然后父母有犯罪做监狱 这样他自己打出来的自己打开的名堂 所以这双鞋鞋 我觉得对也因此吧 有很多的故事啊 在这双鞋里 OK 那我们开箱 这双鞋我已经穿过一段时间 所以可能看起来没那么新 但是你的第一感觉肯定跟我一样 就是这个经典的阿迪达斯的保险杠 特别的亮眼 那我们拿出鞋子来看一下 OK 能看起来吗 OK 这双鞋呢 它里面真的是Nike 给John Wall 这个算是 螺丝开始走下坡之后 John Wall算是 阿迪达斯旗下的一个比较大牌的球星了 所以这个上面处处都体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设计 我之前有介绍 Crazy Quick那双鞋的时候 有很多的科技是跟这个是重复的 所以那个我就不再详细的介绍了 首先呢 侧面最明显的logo 就是这个阿迪达斯白色的这个保险杠 它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粗膏的方式来锁住你的双脚 来保证运动员球员在球场上的时候 它的脚不会在鞋内左右的滑动 另外呢 我们先讲故事吧 首先 它最多的东西可能是在这个鞋底后面 乍一看鞋底的话 首先还是一个最明显的John Wall的logo 有没有 GW 好像可能是John Wall 怕别人不知道它还是怎么着 反正它很张扬的一个John Wall 这双鞋你如果踩在泥巴或者吃了水以后踩在地上 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它的logo印在地上 OK 然后还有阿迪达斯的三道杠 这三道杠一直延伸到了鞋的屁股 所以呢这双鞋你如果当休闲鞋穿的话 屁股的三道杠也是非常明显的 我当初也就是因为这个屁股 所以才买了这双鞋 OK 那它的三道杠呢 其实除了修制的作用 也有对鞋脚跟的支撑的保护的一个作用 然后呢 它的鞋底 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你可能觉得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鞋底 其实它的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因为相机的原因呢 可能看不太清楚 鞋底有点脏 最上面大家仔细看 里面有很多的字母 比如这边有一个919 是John Wall在美国小时候 他住的一个919区 另外呢 这边还有妈妈's boy 妈妈的男孩 就是他John Wall 他妈妈是这么叫他的 他叫他baby的昵称 妈妈's boy 包括呢 还有Five Deep Five Deep Five Deep是John小时候 5个玩的特别好的小朋友 小伙伴们就称他为Five Deep 那他把那个名字搞到这儿 也是可能是对小伙伴们的一个童年回忆的一个追忆吧 包括 这个里面可能最多的就是The Great Wall了 大家看这块有一个Wall对吧 其实另一双鞋应该是有Great字样 没错 看你有没有看到 Great Wall Great Wall呢 其实字面意思就是长城了 他也可以表示说 John Wall的防守可能就像长城的防御一样 非常的 坚不可破 牢不可摧 OK 那同样的The Great Wall也是John 纹在自己身上的一个纹身啊 就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伟大的球员 或者伟大的人 OK 那Great Wall呢 其实不光是在这里了 他在他的鞋舌也有 大家看这边有一个Wall 那上一双鞋 另外一只脚 一定是有一个Great 没错 有没有看到 The Great Wall OK 所以也处处体现了John Wall 对于这个想成为一个伟大球员的决心啊 鞋子前面呢 有John Wall的个人的名字 另外 鞋的尾巴 鞋舌也有一些 这个 这个脚的鞋舌呢 有写GCWSP 这个是John Wall他他老爹的名字啊 那另一双鞋呢 是 啊 Francis Francis 是装握他妈妈的名字 所以呢 这双鞋上真的是到处都是 啊 字母 然后每一个字母还都多多少少 有那么一点 啊 隐身的含义哈 所以就说这双鞋如果大家不注意的话 可能觉得它只是一双普通的篮球鞋而已 OK那这双鞋的鞋面呢 也是蛮特别的 啊 如果仔细看的话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磨砂的面 它是有一种像 嗯 火山浆或者是熔炉的这么一个效果 所以呢啊 整个鞋看起来如果在光线下不同的角度 能看到有一点像蟒蛇皮的那样的一个效果 但它啊 不是那么的明显啊 因为可能做的很明显以后就有那种密集恐惧症或者强迫症的人 可能就会受不了了 另外呢 它的还有保险杠周围是有一个亮面的漆皮来做出来的一个效果啊 也是为了增加这个鞋面的支撑性 因为你如果全部都是网面的话 可能鞋就走样了 OK 然后还有一个John Wall的logo 没错 另外呢 这个鞋子 Adidas的logo也是非常大非常夸张 包括它的鞋舌啊 整个鞋的感觉就是很夸张很骚气啊 这个配色其实算是它所有的配色里最最低调的一双 你如果能拿到那双John Wall的红色或者是啊 其他颜色的话就更更更更不一样了 更更赞了啊 OK 那它的鞋垫呢 鞋带呢 是用了这种扁形的鞋带 扁形的鞋带 它其实啊比较容易能记紧了 你如果平时打球的话 圆形的鞋带是很容易松掉的 我个人的话就算是买到啊圆形的鞋带 我也一定会给它换一个扁的鞋带这样 OK 然后它这边也不是啊 鞋带也不是从鞋的侧面直接穿过去的 它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啊 有一点像Nike的飞线技术吧 它是拉拉拉过来的这样一个啊设计 OK 然后它的鞋带孔的话也是用金属 不是金属 还是亮面的漆皮 OK还是亮面的漆皮 但是这就不知道为什么它不搞一个金属的啊 可能是怕掉漆吧 嗯 鞋的里面呢 没有什么好讲的 我们来看一下鞋垫好了 哦 它鞋垫是粘 有粘上去啊 它是一个普通的鞋垫 不是减震鞋垫 那这双鞋的减震可能就只是在这个鞋跟的 Adidas Premium这个减震技术了 其实这个减震技术 近一两年已经被Adidas它 怎么说 已经被它慢慢的淡化掉了 Adidas现在主要走的是Boost 它的Boost的减震技术 所以这个 它的减震效果其实不太好了 你如果穿多了的话 你会觉得后脚跟 尤其落地的时候 不是那么的舒服 所以不建议中锋买这双鞋 OK 那它的鞋底呢 也是用了Adidas这种分段的鞋底式设计 那它的鞋的花纹其实还还蛮良心的 都做得非常的深 其实你如果看科比的 科比Elite 11的话 你就会知道这个鞋底 其实打外场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耐磨度 另外它这个分段式的设计有什么好处 对于John Wall这种速度型的选手来说 分段的好处可以让鞋最大化的扭曲 这样的话能够保证 这个鞋它在鞋底跟地面接触的位置 能够达到最大限度的摩擦力 那也是给这个鞋子的加速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这双鞋它也是用了这种半靴式的设计 它的鞋舌是跟鞋面是 我看 没错 Supreme这个技术可能比Crazy Quick 要面积来的大一点 所以它的减震多多少少有一点改善吧 但是跟Nike Zoom还有Boost肯定还是没法比的了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追求速度型的选手 但是你的体重不是很大 然后对球鞋的减震 对脚跟的保护可能觉得没有速度 启动速度快来的那么重要的话 那这双鞋它是你值得入手的一双 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买得到啊 因为John Wall现在已经签约Nike之后 可能Adidas就剩下一些存货了 所以如果你正好又是一个John Wall的鞋迷的话 这双鞋你赶紧去买就对了 它非常的便宜 两百三百多人民币真的可以买得到 一双可能原价是1099还1199吧 一双签名篮球鞋OK 这双鞋的简单的介绍就是这样的 总的来说呢 这是一双性价比比较高的 对于减震要求不高的一双实战鞋吧 另外它的纪念意义也是蛮高的 我个人认为 所以如果你看上它的话 赶紧去店里去买吧 另外如果我在讲的过程中有什么疏漏的地方 或者有什么你想跟我讨论的 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武才先生来跟我讨论 那我们下期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